第一時間做的是一個壓門的比拼 Rapid的閃光已經滲透到的是點上 給予對方必須要踏點壓力 第一時間直接放...衝後排 NOTOG配上浪子的進場直接先帶掉的是CREEPY 第一次也倒下 雖然自己浪子這邊也是被KARUS的一個和尚給摸掉 雙方是戰成了一個2比2的一個換頭屏 但是Rapid在點上待太久 反正是孤立被NOTOG做了擊殺 對 看到Rapid在側翼上面騷擾的話不夠明顯 這也讓剛剛MG的話直接去衝到對面和尚的後排那邊 後排跟上的時機點會對他們這個陣型是非常...是非常關鍵的 喔 這邊的話原始直接拔刀開座 是來自M17 難者忍者 但是我們看第一時間和尚開鐵超凡路身是擋掉的是大部分的傷害 馬上這邊我們看到路修也是開啟了一個音波屏上去做一個雙保護 接下來那個自爆 這個滴滴被推了一下 回不來 哇 直接被炸掉 教教會在還沒有減速喔 Kent在外場收掉了 Rapid之後人上面變成一個4打4的狀態 喔 但是Kiki這邊配上是Crepio 是打到NOTOKE機甲之後再收掉那樣子 Rapid 喔唷 Kent這邊馬上迎頭痛擊 直接被套了黑球之後 過來直接一個近戰收掉Rapid Restia這邊在路修的比拼中也收掉了 是Crepio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喔 哪邊的和尚基本上在戰場上存活比較久 黑球效益就能發揮得更好 Ki 以雙方的一個和尚的狀態來說的話 感覺今天Ki Yomi的一個和尚的貢獻值是比較高的 不管是傷害面或者是黑球套面 都是執行的是比較完整的 HU在人數掉的時候他們選擇進到窄口區裡面比拼 這反而讓M7的浪子找不到一個機會 即將雙保護要成型 HeHe自爆也有可以做彩整 第一使用看辦法用戰彈上去頂到D.Va D.Va第一時間 哇是被和尚超凡路勝補了起來 不然這邊機甲掉了就有點危險 Erik這邊是收掉的是 剛剛配合想進場做集火的Restia Restia倒下之後 Nons直接往下Dash 非常果斷的自殺 但是這邊的話 HQ這邊先開啟一個Info屏障 同時M7也開啟超凡路勝 雙方各加一個保護技把戰場維持了很久 這個營運戰拉下來 反而是Nons在前線待了太久 失去補給性的狀態下 Erik這邊直接把Nons再度電掉 而且Nons這邊還是拔刀了 大絕並沒有握好 連續兩次Nons的拔刀都沒有辦法收到一個很好的成效 對 我們看到M7這邊是Info屏障 先Pub下去之後是掩護對付 Restia倒下一個推 直接把對面的路修推到底下之後 Kent直接也收掉落單Deezy 這個Dekron的這個野性之度達成了非常好的效果 直接成功做了大量的拆證 還順便拍了一個人下去 Nons這邊訊息收掉Erik之後 這邊點人成功拿得回來 能嗎 這邊有人進得來嗎 Overtight是有開啟的 這邊到點上的是Deeva Kent的Deeva一個人在點上做撐點 剩餘五個人什麼時候進場是一個很關鍵的時機 最近第一時間進來Restia 這邊右肩已經先把Deezy給做了擊殺 自爆開啟 一炸炸掉Cent 目前HQ現在想回來碰點 但是馬上少了兩顆人頭 人數非常非常劣勢 Kent的機甲在三人圍毆之下 也是沒有辦法碰點 特意我也想要是配合主陣型去做一個正面激活 但是這面正面是選擇衝陣導 是沒有目標做攻擊 我們看到第一面 第二張地圖來到控制中心 雙方是在做一個正面的交火 現在點上優勢的是M17 但是Erik這邊是先收掉Dekron 這邊HQ果然是拿出一個D推 第一次拿出的是死神 死神被閃光 近戰的火力非常強大 那成功是HQ全力退到的是後方 怕後排被抓掉的關係 Kent找到一個很好的包圍的位置 持續在後面給予對方的後排傷害 但是Rapid這邊配上DZ的進場 直接把進場Dekron跟Kiyomi 做了擊殺之後Kiki 挺著高能量戳掉Diva跟小Diva 這邊是一個D推陣直接打掉啊 手中HQ其實握有四燈 再包含這個安娜威的部分 也有下出了這個耐敵的話 對那我們看到這邊成功是一個壓門節奏 在旁邊的人 直接小Diva 直接身亡 直接做壓門喔 哇HQ這邊非常非常兇 自爆去做一個破陣 喔這邊直接選擇 正面硬開 在得知說對面沒有保護劍的情況下的話 直接去選擇開戰 那反而 正在傷害非常的顯明 直接來收掉推放三名成員 喔這波開戰其實 是一個不錯場 所以怕也是一個非常優勢的狀態 目前D推陣重新回到點上 一個非常穩定的陣型 讓你可以直接在點上 跟對方去做一個戰場架設 這邊D列擊敲下來 第一次間有把Diva的機甲給弄爆 但是這邊是一個Diva 機甲自爆竟炸死了 是安娜 安娜倒下來 可是這邊也被囊子做了擊殺 反而這波攻四角的一個D列擊 但卻被做了一個反開 有點可惜 哇這個星星想要把人留下來 但是血殘還是先行做撤退 那這波成功的反打 同時在機甲爆掉的時候 Nons也一直也進場做了一波擊破 換到KT這邊持續獲取能量Rapid 在旁邊找機會 這邊滑 哇一輪彈甲 在配合上隊友的火力 直接收掉的是Kiyomi Kiyomi倒下來之後 Kent少了一個白球的骨血 這邊在場上迂迴到一半 直接是被KT收掉 KT這邊隔牆一吸 吸住了對方三名敵人之後 直接斷補DT 這邊收掉的是Dekron 哇這波會戰打得非常漂亮 可以做一個這波會戰的一個運用 但是第一時間Kiyomi先掉的情況之下 這波會戰是直接有出席歐的一個一波領障 是 這邊Overtime的話是直接有被推到點 但是萊茵這邊回撞 DT開啟了一個雙戰放來想來做一個撞後 成功壓到對方血線 但是MV7這邊剛才是角座超反入勝 是擋掉許多傷害 PT的高能量還在收掉Kiyomi之後 Erik跟Rapid也是收掉的是進場的第一棒 這邊HQ也是拿到的是一個小分 兩邊都是選擇第一時間上點 對上點的焦灼 但第一時間Kent再掉的是Kairos 而且DT的位置竟然是在遠方 兩邊讓外面的兩名成員喔 是打太久了 反正讓Kent這邊一路收了進來 直接在第一波會戰拿下了四顆人頭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的是 他有沒有在第一時間 藉由路西歐的加速往據點上面灌一波 是我們看到進來 Rapid這邊先收掉的是Dekron 東東可去吃個大機甲大補包之後呢 目前點上還是MV7 剩下的是Creepy這邊一個路修全王發揮 揍掉了雙刺 點上目前剩下一個D8機甲 無力回天 送荷納出來直接瞬間暴斃 你在整體要往據點上面帶的話 你可以無形之中可以再收很多的過路費 是 而且也可以限制掉這位射手 為他在路上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好的一個射擊位置 喔唷唷 連人帶球炸三個 哇麥同戰爛這邊直接收掉三個Kent的表現 非常漂亮 這邊很果斷直接做開戰 這個超過程的目的應該是要逼迫最高的保護機 我們看到這邊自爆是成功是破門之後 這邊浪子拔刀出來 第二刀miss 原來是被溫斯頓推開了 哇這把刀是一個被溫斯頓限制的非常漂亮 Rapid這個溫斯頓在第二季有非常好的進步 D5在點上開啟了輕機甲 D在這邊是成功在開啟個戰用鎖定 想做的是一波破門 那這邊的話 忍者隔反結束擋不掉之後是死在DZ的槍下 Kent這邊收掉是Arican 但是Kairos馬上合上了佛珠直接帶掉Kent 但是Kent此前也丟出個炸彈帶掉Kiki Kent在這一張夜市地圖中 他的每一波會戰的貢獻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他應該是在露西歐交換寶物的時候開啟 是DKRON這邊是直接進場 哇收掉是對方送荷娜第一集SGP7就倒下 創期戰的相對是 基帶是MV7已經占到是99%的優勢 點上有人嗎 Overtime開啟了 唯一的人沒有辦法進點 哇沒有想要第一張地圖 MV7對面是戰勝了AHQ啊 Kiki的一個星台重播在這一波 你看正面直接 一吸 一個牆吸 其實剛剛第一把我在找他 但是他連吸牆沒有辦法 哇這波非常的漂亮 喔果然是由聶寶所選的是國王大盜 那樣子拿出拳王拳王開秀 剛剛AHQ防守方選擇 呃 常戰槍配的是刺客坦的話 意圖蠻明顯 就是我還是想要去做的是一個二樓的爭奪 唷唷 一拳直接灰蛇閃光 哇雖然Kidbox有被改小在PTR 但是現在沒有改之前還是很暴力啊 浪子決定要繼續去限制二樓的位置 他想去找士兵76 好這邊看到了Deezy Deezy被捶了一波 後面有一個和尚做一個 短戰的機緣喔 雙輔助都在身後啊 所以不用怕 對 Deezy沒有想到在一個很安全 我敢以為浪子要去抓他欸 但是結果Deezy就一路在二樓下 做爽色的一輪 他們在花村攻擊方的時候 Deezy的士兵76 是唯一在戰場上沒有死過 哇 Rapid在那邊轉角 遇到暗 那邊拳王一拳右鍵 帶走是Rapid 雖然這邊Erik是被套了一個奈米強化 但是沒有隊友協同 狀態下進場 傷害兵還是稍嫌不足 目前點上衝刺的是M17的人員 點上一個亂戰 現在死神拿到了奈米強化之後速度非常的高 這邊火力下來 看一下死亡戰放能不能有什麼成效 是Rapid在這邊回來之後炸掉的是Decron 但是我們看到Nons這邊再度一個bug拳打掉的是Deezy喔 Kent這邊的話死亡戰放 帶帶帶帶帶 帶掉了宋和娜 在旁邊Rapid也是被NOTOKE所做的擊殺 HQ這波來防守其實也是脫掉的是蠻多時間 Erik沒有想到這邊一個星星電掉對方雙補 但是在Kent無法解決狀態下面 喔被斷補之後這邊無法吸血 但是點上萊因哈特回來了 萊因哈特血好殘 沒有補 這邊和尚竟然是衝了過來 一腳踹死了萊因哈特阿 這個這個這個 近戰型和尚 不愧是原式的師父666 但是DeeDee這邊再次點掉這樣子 沒有想到點上的這個營運戰 最後好像又是被HQ給拿了回來喔 喔這邊補了回來喔 反而欸這個 音波屏障交下來並沒有什麼很好的成效 反而這邊的戰場裡面的話缺少地方的保護 就反而Erik很率先倒下 Erik倒下之後Kent再拆掉機甲 哇這邊是不小心放了死神的後果喔 我們看到後果非常的可怕 這個懲罰 一轉第一個轉甲部分這邊做個防守 哇這邊在宰相直接遇到Rapid 一個閃線拉走沒有辦法這邊 右鍵直接0秒蓄力 一拳帶走的是殘血Rapid 哇右鍵在揍Erik 你說這個拳不叫Bug拳要叫什麼 回到正面喔Kent這個走位很大膽 馬上回到正面之後配上個低劣機做一波傷害 拳王趁散進場跟E技能直接控場 右鍵想去限制對方Rapid的閃光 Rapid閃光麥克風在彈出手 這邊炸掉的是Dekron 雙方目前是一個一換眼的狀態 這邊Rapid很兇 你死神講跟我換頭我也跟你換 馬上衝到後排RiskTR也死在Rapid的槍下 Kiyomi這邊雖然是幫D隊友報了仇 但是Nunz在點在點上沒有人管 拳王這邊右鍵再收KiKi 再收掉Creepy之後馬上再一個大絕飛回來 再收掉DZ 拳王在Nunz的手上打出來真的是非同小可啊 哇這邊連獸了四隻喔 這我看到你們引力單先下去 雙方都繳一顆引力單要看倒 先誰DZ換上牛仔有成功 先到Kent之後再點掉拳王 哇DZ這邊牛仔一出拳王死神都死在槍下 再收掉No Talk 哇這個DZ有夠兇 這邊的話No Talk這邊直接進場 那樣子這邊又劍又收掉是Rapid 拳王感覺對閃光是沒有很高 哇唷這樣子都收掉DZ 好這拳王的話第一時間會選擇針對蘭茵哈特 在這邊戰場裡面的話死神有點倒下了 對這第二集很關鍵 哇Rapid馬上進場一個脈痛戰彈丟到 是被震倒的隊友敵方身上直接炸死對方兩顆人頭 幾乎有六個大招 剩下的話就在於說兩邊的一個銀彈要怎麼做先手了 這邊做一個開啟彈 無須發開啟來 唷唷還真的對調對方的是Rain哈特 那換上牛仔之後拳王進場相對風險性較高 我們看到這邊是一個引力單吸出之後 進場丟個脈衝大彈效果不明顯 這邊的話DZ敲到好多人 DKrong這邊是成功拉到對方後面的時候反敲個DZ 這邊是讓隊友做出一個大量擊殺 Kent在出來帶掉殘血的DZ 高鐵 這邊可以碰到車嗎 Rapid來踏車了 但是回縮交調換第一發出來碰著 1.1公尺 目前是Overtime 這邊其實只要穩住的話 技能就能做出一波贏願 但是那邊這邊換上是麥卡莉 快打後面的部分 WOW 帶暈到Rapid同時自己被帶掉 那這邊的話我們看到是開啟彈弧續發 哇差一點點收掉Kent Kent起來收掉DZ 那目前人數又是4在M7身上 直接推到第三點 HQ有可能在第一波攻勢玩的時候 我就也換地推陣給你擋 這是蠻有可能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他沒有一個 機動性的角色可以限制到二樓區的站位 你看他DZ直接點掉對方的一個安娜位 我們看到DZ一開始進場直接帶掉安娜 這邊雙坦地推陣少了一個主要補線之後 哇 所以說在這部分是讓死拿死神 然後讓這一個Kent拿閃光的部分 也能夠增強拉扯對方陣型的一個套路跟打法 但是剛才是直接放二樓讓DZ搶到好射線之後 你要進攻的同時我直接點掉你兩顆人頭 那樣子這邊持續想要限制住他的閃光 Crappy的閃光非常漂亮 DZ這邊帶掉Restia Crappy這邊進場一個右鍵配合上黑球 銀朗衝擊是衝掉對方Kent 二樓DZ在二樓給予的傷害壓制非常的足夠 光是一個二樓七六的點位就成功破兩點 其實在第一波的第一段的防守 應該是可以先拿出全刺陣 這樣的防守套路會來的比較好 因為來到第二段的時候 你第一段破了以後 結果雙四顆都有一個大絕循環 馬上就可以做一個使用 是我們看到這邊一開始沒有想到DZ 這邊一個這樣鎖定開啟 在打爆機甲的同時 點掉對方兩顆人頭之後 剛Rapid跟Hiki也收掉對方的成員 保護程度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要去節省 那我沒看到的話 WOW這邊Restia直接帶掉Rapid 這邊掃了一個閃光位 前後的拉扯這邊出現了一點問題 這邊HQ想決定拉退之前 這邊還是睡到了一個人 趕快拉走 對我們看到是Rapid Rapid想先搶到士大捕包房的位置 把這邊閃光去趕開的時候 成功擊到對面陣型 但是Kent知道這個威脅性 所以我趕快想要把他拉扯 這個位置沒有搶到的話 Kent就沒有辦法輕鬆的去做後排燒了 WOW這邊Kent這兩個電型拉出去 硬是丟了一個麥通炸彈 有成功消到坦克的血 但是第二輪彈夾傷害沒補上 這邊是反而是讓Erik開啟了野性之怒 這邊是直接想要排 對方7NN 這邊是被套了一個奈米強化 反燒收到是Erik HQ點掉這邊是開啟了一個戰術鎖定 支持同時我們看到的是 第一把Hiki也是用右鍵 限制掉非常多的傷害 川芭的一些大絕齊 都有在一些交換狀態下面 看到Kent是來繞後排去做一些騷擾 這邊星星進場被套了一個黑球 第一把持續在做一個火力壓制 HQ目前陣型有點被這個閃光給做了一點騷擾 有點亂 前後的一個目標其實有點一直不停的做變換 導致說我們看到第一把這邊的一個射線 其實無法做出一個完整的建立 對 完全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的是第一把過去做限制 然後溫斯頓也造出了這個護盾 所以說是沒有辦法的 第一級部分在二樓找到一個很好的射線了 又是一個二樓流 在二樓部分這邊沒有人做限制 回到正面去想要去破車 這邊的話 MV7的成員是復活出來囉 HQ並沒有吃掉是你們一個一個人 因為MV7是團體出來 這個接同非常不錯 哇! 繞旁邊的士兵器肉第一時間開啟掌用鎖定 但馬上DVA跟Eric的威斯頓 即時做了限制 導致說這邊的士兵器肉跑到一半 持續被消血 最後被Eric一腳踩死滴滴 這邊開啟掌用鎖定 點掉了對方Kiyomi Kent也直接倒下 時間1分59秒 Kent這邊直接收掉的是No Talk的宋可娜 雙方陸修開啟了一個陰波屏障 這邊是硬來坐擋車自爆開啟 哇! 這邊那樣子很漂亮喔 這邊是一個拉走 但是因為沒人碰車的關係 這邊1分48秒 直接碰到的是第三點 現在A2的第2是進攻 而M7他則選擇了遠近陣做防守 正面直接殺死了 D-Crown 哇! 這邊的話 沒有想到這邊非常快速 繞點進來 直接開始做踩點 這邊2樓的人 是直接被DZ的槍型給限制起來 這邊5分的話我們看到 沒有人敢進點喔 點還是在被踩的這種狀態下 喔! 閃光第一時間過來 想收掉DZ 但是在隊友的保護之下 還沒有收到這邊 哇! 砲掉了! 反而是被對面 NUNZ的視頻器都收掉 在Erik這邊我們看到一個 萊姆阿德非常非常的兇 還沒有丟大絕 這邊直接捶死了對方的DVA機甲 還有閃光 但是在人數烈射狀態下面 NUNZ跟D-Crown 還是收掉對方的成部成員喔 直接跳到對方大部隊的一個陣型裡面 是被灑的一罐 被按在地上打 是 我們靠這邊NUNZ被碎的話很關鍵喔 第一時間進來 人不會收到他這個火線槍擊 喔! 看到這邊的話 一百通戰爛爆掉之前 HEEHEE這邊上了一個投射屏障 保住了這個Erik的性命 那順便也幫他賺了很多能量 同時閃光倒下 沒人踏點 那這邊的話 成功只有HQ拿下 是第二張地圖國王大盜勝利喔 這邊整體戰略面上 稍微出一點問題 來看一下Rapid的一個highline 這個橋 橋兩個 丟 連 走 對那邊整體來說 M17的防守面 這邊有點小小失誤 不然我覺得雙方其實會打得是蠻接近 謝謝 謝謝